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从以前长久的不可靠近 到这一两年突然变得如胶似漆 这种改变让张女士不敢相信 甚至严重怀疑丈夫有问题 面对妻子的怀疑 邱先生却向我们信誓旦旦的强调 自己始终将妻子视为长中宝 然而当调解开始 邱先生对妻子的这份好 却同样引来了调解团队的不解和质疑 从之前的你对她不看重 到现在的对她看重 这个中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好的都不敢相信了 好的都更加的怀疑了 邱先生对妻子突然变好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敬请关注今晚的金牌调解 让人怀疑的变好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分别是张女士和邱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25年她从来没有真心对过我 没有爱过我 让我自生自灭 我真的生不已死 她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了 她可能就是良心发现还是怎么 然后她就对我特别的好 从来都没有那么好过 都不是真心的 我希望她拿真心对我啊 她怀疑我出轨 我说什么她都不相信 搞到也满城风雨了 如果真的调解不了 真的过不下去了 我又这么爱她 你不相信 我就什么鬼你了 也不肯 现在我等于无路可走了 张女士断定 丈夫对自己的态度突然大变样 就是因为出轨了 有愧疚心理 对此 邱先生一口否定 满脸无奈 究竟是张女士多疑了 还是邱先生真的有问题呢 张女士告诉大家 她和丈夫常年在广州的山林里养风 和外界接触很少 日子过得虽然算不上多幸福 却一直很平静 直到2017年 两人在深圳买了一套房 而她则独自一个人到深圳去装修 从这开始 丈夫就让她发现了诸多可疑之处 我到深圳那里去装修房子 我日子没有回来 有时候我说我要回来 她都叫我不要回来 每个月都是这样子 叫我不要回来 其实我早就怀疑了 到母亲子的时候回来 家里的那个麻油 她最讨厌吃那个麻油的 可是我家里的麻油吃完了 还有那个发芹仙 她从来不吃的 也没有了 她最讨厌吃瓜类的东西 黄糕 苦干那些的 可是我本乡里面都放到那个 不喜欢吃的也买了 她最讨厌的嘛 八月回来 那个床 把那个床铺铺得很准确的 肯定就有其他理由呢 就那个床铺得太整洁了 是啊 她从来不搞的 完全不是你老公的作风 是 不是的 床也好 吃的也好 用的也好 这些 你有问过一下邱先生吗 这怎么回事 当时我没有症疾啊 我就是怀你 她出轨了 就是我没有跟她说过 肯定有女人在我 来我家里 邱先生 家里的这些 在张女士看来这么不寻常的事是怎么回事 那个鼻子那天 本身那里天气液嘛 我就碰到一点那个 肯定你不懂那么漂亮的 碰到那个那头 刚好就铁好放在那里 我本来平常我就不得鼻子的 麻油也是 我有个糖果嘛 她不在的时候 她每个星期都过来 她有时候吃一下 不是 我哥哥这样说 我这段时间都没过来哟 我经常那个头疼 心脏感觉不是很好 麻油可一剪那个 我就搞了一点吃 她回来她就说不见了 那个苦瓜 黄瓜又是怎么回事 那个苦瓜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她自己过那边吃 我一个人在家 我一买菜就买了四五天了 想着那个青菜两天就烂了 是不是 就是平常我吃就吃的少 我不是一点不吃 就买了 有时候买了 不是的 她肯定收访了吗 对于妻子的怀疑 邱先生一一做出了解释 但显然 张女士并不买账 她认定 家里势必出现过其他女人 而这个女人是谁 她心里其实早就有一个怀疑对象 在去深圳装修之前 丈夫就和初恋情人联系上了 还相谈甚欢 张女士已经心有不安 在去深圳之后 又看到了种种可疑的蛛丝马迹 于是张女士下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丈夫和初恋情人 旧情复燃了 对此 邱先生却大喊冤枉 他说 关于初恋 自己对妻子始终是公开透明的态度 我以前从她好过 我说你现在她来买蜂蜜 卖不卖给她 我说你要怀疑就不要卖 在感受到妻子的不悦之后 她立即把初恋拉黑了 她说 你不要聊了 我就把她拉黑了 实情真的是这样吗 紧接着 张女士就说出了一个 让人瞠目其实的信息 2018年3月份 一个女寇夫就这样说 她说 17年我8月份 7月份来到你店里面 你们的店都没开门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去哪里了 我就背她嘛 我说这个就去进几了 然后她就说 她跟那个女的 在广州水上乐园玩了几天 动物园玩了几天 我说9月份呢 9月份就到河岩那里去 玩了几天 她都承认了 她这样说的 是她跪在地上说的 那邱先生你还说你没这回事 我同意说 那个买糖的来说呢 我那个本身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塑胶门啊 有时候那个天冷的 就关起来 8月份 9月份怎么就冷了 8 9月份确实是夏天啊 或者我有时候中午去 买点东西也正常嘛 他肯定上气 快到门干上了 你这个不要吵 如果这样吵 我都说你啊 姐姐在到就姐姐在到 姐姐不到就离婚 我现在扰风那里啊 不是我一个人 反而是本地的一个扰风的 你问一下她 问一下她 看她我有没有出去过 你的意思就是 你根本没有关过店门 出去过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 不止一个女人说 还有一个男的也是这样说 那个女人说的时候呢 我就说 我也是这样说了 我说小姐 我给你害死了 后面她听到那地方 就拿了一把刀 一直追 我就说跪着发血 她也不相信 你是跪下来说 没有这件事情 那你拿了刀了 后面没办法 几十年在那里历界 那里没看过什么 我就电视上 每天看电视 电视有那个唐龙乐园的吗 我演的那个新风钢 你有点吗 那就没办法 如果不打了 我就一个男人 团有一个家 让他斩死了 后面那把刀 都是那个本地的 那个大叔啊 抢走他了 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招 你不这样说的话 他不会放过你 那前进来 拉了五六个那个 那个胶虫都 全部打得扁扁的了 我的头 由他打了 因为我知道 他的性格 没办法了 你要离婚 最好离婚了 你是两个地方 都是你瞎编的 看着广告说的 这个张女士 相信吗 肯定不是了 那时要去一年多了 那时我根本就没拿 什么东西 我说这个就是禁止了 我说你说一下啊 然后他就说了 他去旅游了 旅游了 然后回车打他的 我就很生气啊 我说你 那时候才拿那个空洞 那个塑胶筒就打 那每天打吧 邱先生究竟是承认过 有待初恋出去旅游 还是被逼无奈 驱打成招 调解现场 双方各执一词 眼看无法让丈夫承认 张女士继续抖路 丈夫明着说拉黑了初恋 其实背地里又加了初恋的 另一个微信号 那个微信 他是端名为他设置的 那个女的 他还发了很多朋友件啊 他想在别人身边得到开乐啊 想在别人身边得到安慰啊 对此 邱先生连忙解释 不是自己心怀不轨 而是初恋 主动又加了自己的微信 邱先生言语中 依旧显得很坦荡 邱先生和初恋之间 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事实上 一直苦于没有抓到实质证据的张女士 在经历了无数次争吵打架后 逼着丈夫邱先生 当着自己的面 给初恋打过一通对峙电话 初恋的回应 却牵出了更多出人意料的内警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好的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他就憋着我 你打个电话给他 我28年就是发誓 就是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就是他憋的 当着他的面打的 当着他面打的 我叫他打的 我说我老婆叫我 我从你里分开啊 他说你怎么说到这么好笑呢 我后面没说什么 他就想过去 他让他说了 他说你不要再来我老公这里了 对方有说什么吗张女士 他那个女的笑得很赏朗的 他就说 哈哈哈哈 你的家事啊 你知道你老公是这样的人 你就跟你家婆说啊 不要跟我说啊 就这样哦 那个女的 以前他们是很好的 就是我家公家婆 把她拆散了 她肯定对我家公家婆有恨嘛 我破坏你的家庭了 现在报复 终于报复了 你是说这个女的是来报复的 是的 我也听人家说过啊 他跟他很相爱的 是他爸妈 松松把他分开的吧 这份呢 我去到我房间里面 他写的那个字 男的福图 还有说 在父从今用忧 不在父天堂地久 肯定他对那个女的 真的是分不开的嘛 邱先生确实是这样吗 当年 不是 他跟我说的 他跟我说 他爸妈背他 因为他爸爸是继父嘛 那个女的也是继父嘛 他说就是 两个人都父亲都是继父 会破坏他爸的那个形象嘛 所以就日松把他们分开的 这是邱先生告诉你的 是的 根本就不是 他那个女的呢 很矮 一米四多 就以前那个读书的时候呢 大家年轻嘛 去谈过 分手是因为什么 很多人说 他本身人就生得不漂亮 是不是 我的书啊 我的歌啊什么啦 他说 你这么高分 我一米七六嘛 他这么矮 我感觉也是 这不万倍 就这样分了 我主动分的啊 是啊 他跟我说 是他爸妈 松松把他们 这个我也说过 我是说 我爸妈不喜欢这样 他也是说过 那他那个写的是 财富从中拥有 不财富天堂地久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张女士认定 丈夫的初恋 就是回头插足 她和丈夫的婚姻 而且是出于一种抱负 抱负一说 不禁让人有点吃惊 然而不仅如此 在张女士的心里 还蒙发出了 另一种更可怕的想法 那就是 丈夫被迫和初恋 分开后 一直耿耿于怀 对于取代初恋 与她结婚的自己 丈夫也一直是在展开抱负 她从来没有牵过我的手 就是坐凳子都要 我坐前一点 她就说 你不要那么前 我大儿子的时候 坐摩托车 坐了十多公里 我还拿一个大袋子 然后去她家 然后我就下楼梯 差一点晒焦了 她不会心痛我 也不会安慰我 她说 废物 没用 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就是我一个星期 两个人没有什么了 就是我就心情好一点了 看电视的时候 我就会发出笑声 不超过一个星期 她就会看到我开心了 怎么让了 她就要塞东西 要发脾气 我以前买裤子 买几十块钱的裤子 她都会啰嗦的 就是说我乱买东西 就这样子的 反正我第三个小孩的时候 六个月了 我在工厂上班 那个工厂 那个佛食 真的是很差 我吃不饱 我说你帮我买香 那个米粉给我了 她就张着没听到 她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我现在想 她跟那个女的分宽 可能很败恨 她败恨我 可能是我拆散他们 可能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她在心里头 是不接纳你的 是 一点都不接纳的 现在我就想到 才知道她原来 她心里面 长期都撞到那个女的 所以容不下我 怎么可能呢 你看见她 也很漂亮 我以前在瘦的时候 瘦瘦的 以前很多的 宽泼不起的 家里面又穷 她说的 没有买那个 不知道我是 没听见完之什么 那时候也穷 我们以前的分宽来说 我们的年纪 都是五十多岁了 是不是 以前来说 不要说 她说的 有时候也是现实 我们那个年纪 真的坐在一起 有时候感觉都不舒服 以前的分宽来说 我也知道 亏欠打倒 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 做钱不到 其他都要三年多 才把那个债完成 后面小孩就出来了 没钱 借都要借钱回去 为了她 和时 儿子都和时 多月子什么的 没借过钱回家 一年了 五十块钱都没给我 二十五年以前 我是很痛苦的 她肯定跟那个女的 发过誓的 不可以对我那么好的 肯定发过誓的 你起来别的女人 肯定就是 你不可以对她好 二十多年的婚姻里 张女士感受到了太多 来自丈夫的冷漠和不关心 从前她虽然很委屈 但她一直以为 丈夫只是这种个性 当时我以为她是孤信 可是自从三年前 因为初恋的出现 她大肆吵闹过之后 这两年 丈夫对待自己 却好得像 完全变了一个人 然而 这让她感觉到的 不是开心 反而是更强烈的不安 这两年 对我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好 她就是 听到我的 这个走路的声音 就是过过的响 她会这样子 哇 听到你 那个高见谁的声音 我都怕 怕怕你塞脚这样子 我一上楼梯的时候 她说 小心点 小心点 改变了吗 完全改变了吗 那个你的 跟她在一起 那个女的肯定是 塞脚过 她会这样子 每天去逛街 她会十字相扣 拉到我的手 肯定是从 那个女的那里 学到的 没想到 她跟那个女的 原来她是 是个很温柔的人 很体贴的人 很谢心的人 一想到 她对那个女的 那么好 然后我心里 就心脚的痛 她对那个女人的好 你从哪得知的 那你想 以前我买几十块钱的衣服 她都不同意的 那时候她为什么会说 买一千多块钱的衣服 给我呢 她肯定就买过 一千多块钱的衣服 给那个女的 然后就良心发现了 我也买一件 给我老婆 你的意思 她现在对你所有的好 都是因为她对那个女人 也这么好过 是的 你接受不了 我们的邱先生 邱先生突然之间的变化 真的是那样吗 不是 一起打了 打了一年多了 她说要讲求我 拉她的手 她自己怀疑说 你以前进场 拉个那个女的是这样的 那别老 就在这样拉手的 不是你主动愿意的 没有的 是她边着你牵她的手的 就这样 让行习惯了 她就说反常了 丈夫翻天覆地的改变 让张女士不敢相信 她开始陷入了一个思想漩涡 那就是 自己曾经是个婚姻的牺牲品 如今 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替代品 邱先生则叫驱不迭 称自己根本就没有背叛 如今 对妻子好也不行 不好也不行 逼得她走投无路 那么 邱先生和初恋之间 究竟有没有问题 张女士又该如何选择接下来的路 观察员老师 一一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张女士的心病 她已经慢性了25年 什么心病 就是 你不爱她 深切地感觉到你不爱她 你让我很失望 我很痛苦 我很压抑 但是 我就这样慢慢地承受吧 如果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话 可能也就这样子 慢性到最后了 邱先生你说 你一直是很爱她的 一直对她很好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所谓的好 不是你说的 而是对方的感受 她觉得这25年 她没感觉到你对她的好 我认为这是真实的 这25年的慢性心病 为什么到了2017年 18年 这个时候就突然 急性发作了 是因为她突然发现 你对她好了 这种好 让她的这个降死的心 说句实话 反而活了 当然 这个活的可能也有一些异常 它会有更多的猜疑 更多的想象 关于你跟初恋情人这个事情 说句实话 在今天晚上这个条件讲话 没有真正的真相 但是你要相信 一个女人的 她的感觉 还是比较真实的 也许你跟那个初恋情人 也许未必有什么 实质性的 真正什么关系 但是 她既然会慢性 25年的心病 也就说明 这25年 你的心 真的没在她身上 2017年 到2018年 也许因为某些原因 有些是你自己心里才明白 你可能突然就想通了 于是 你对张女士的 种种好的表达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的都不敢相信了 好的都更加的怀疑了 所以她这个心病 就变成了 急性发作的猜疑 今天没有真相 但是至少有变化 对于邱先生 你来讲的话 还是那句话 有则改之 无则加灭 如果说 真有她真正怀疑的 那些事情 我相信你今天 也是想真正地 把它给改正掉的 张女士 大半辈子 都是在机械的劳作 生活 维持家庭 伺候着丈夫和孩子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运作家庭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情感需求的这种空缺 以及他们情感需求的被忽略 在几十年里 成为了一种家常便反 她怀孕的时候摔跤 没有得到你细心的呵护 反而被你数落了一顿 在这个阶段 可能都属于女性 特别敏感 特别需要自己的丈夫 去关爱和照顾的阶段 但是 我们邱先生忽略了 并且 并不认为这种忽略 如果今天老师不指出来 可能都不认为 这是一种忽略 所以这么多年 我们的张女士 其实是生活在一个 巨大的情感真空的状态里 如果说 钱是让我们活下去 有饭吃 有衣穿的物质空气的话 那么爱 就是让我们好好活下去的 精神空气 可是张女士没有 所以看过去 张女士是在不断地 拷问自己的丈夫邱先生 你是不是跟某某某某 有鬼的关系 或者说这种不良的关系 你是不是 之前曾经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而是在从另外一个女人身上 萌发了 对我的爱的能力 与其说 她在不断地追问这些问题 不如说 其实 她的内心早已经被这种 没有情感交流的 婚姻的这种真空 压抑得太久了 她在借这个事情 来质问自己的丈夫 我算什么 我在这段婚姻里 对于你来说 我是不是那个最重要的女人 但是这是她的错吗 我认为不是 我们的张女士 只在用自己的方式 用这种不断地去怀疑 不断地去纠结的方式 想得到一个 她想得到的 丈夫对自己 发自内心的爱与关怀 从之前的你对她不看重 到现在的对她看重 这个中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因为她是你的枕边人 她觉得你反常 而且是全方位的反常 但是我说 不一定是出轨 这个东西只有你知道 但是你没有说出来 你心里是明白的 比如说我两个 说两个我奇怪的点 你跟那个女的聊的时候 你的妻子张女士说 你不要聊了 你就把她拉黑了 拉黑以后 那个女的又用另外的微信 然后又加了你 她居然你拉黑 她居然不生气 我的感觉很奇怪 第二个奇怪的点 她让你打电话 给那个女的说 让你们分开 然后那个对方觉得可笑 也没有生气 这两个点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就把她放在这 张女士说 我过不了那套坎 什么叫过不了那套坎 就是我的感觉是 你把我当工具用 你不需要我的时候 你对我一点不关心 非常冷漠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 然后你就对我 突如其来的好 这个让我什么 让我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对我这么好 不一定哪天 你又转个味来 又对我不好 我跟你在一起是 没有确定性的 因为你之前对我做了 那么些的过往 我不敢确定 你现在对我的好 是不是真的好 因为你之前确实做了很多 对她感觉上 没有爱她 没有感情的事情 邱先生 你能理解吗 所以说我觉得 按照我的理解 如果解决你们两个人 之间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坦诚 他觉得你还是不够坦诚 比如说 为什么那个变化的根源在哪里 你没有把最心底的东西 或者那个心底里的东西 真正的说给她听 只是表现在行为上 也就是换句话说 你现在是对的好 但是你们新的沟通 没有建立起来 现在沟通什么 他沟通什么 他都是怀疑的 我不要说 一说就怀疑 一说就怀疑就来了 观察员们一致认为 过去二十多年 邱先生对张女士 有太多的亏欠 如果真心想改过 让妻子踏实安心 首先就要给予妻子 更多情感和心灵的沟通 而不是仅仅流于表面行为 这是第一要领 至于是否有过出轨 则需要邱先生 自我觉知 修正 然而此时 张女士却依旧一门心思 想要让丈夫现场承认 他肯定就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到现在他也不承认了 随即调解员胡建云 向张女士提出了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张女士 现在你的注意力是放在 有没有 是吧 我现在告诉你 假如我就说 邱先生真有问题 而且我可以推理出来他有 接下来怎么办 我现在这样的年龄 离婚肯定 不离婚 对吧 肯定不可能的 还有他现在对我那么好 他现在什么活都不让我干 不离婚嘛 是吧 那要干嘛 接下来 每天把他打一顿 还是给他戴一顿帽子 上面讲我有罪 假如他想 那反正被你知道了 被你这样说这样 闹这样打这样骂 那就算了 我就破罐子破摔 你肯定也不期待这样 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 看破不说破 说破还不能撕破 是什么意思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说破 说破之后 其实他采取的方式 就是对你更好一点 那再撕破呢 就尴尬了 你先想想 我们换个思路去想一个问题 你先生遇到初恋 假设按你所讲 当年他用过情 而且是被拆开的 他遇到初恋 他憋不住了 有感情在这里 后面可能还做了 破戒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多少是可以理解的 我不想为他辩解 我只想讲事实 你是从他加倍到好里面 寻找真相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好好的便宜 又很幸福 又觉得自己是个替代品 但是反过来想 感情里面真的可以这样替代吗 他这样做 说不说明 他这个人本性上来讲 也是善良和负责任的 他是不是也可以选择 对你不好呢 他拉着你的手睡觉 他会亲你 你并没有表达出来说 你感到 他亲你的时候 是在演戏 其实你感觉到他的增长 只是你在想 我可能是替代品 其实从常人的感情来讲 这怎么替代呢 替代一下两下可以 这几年他都在替代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了了那个心愿 之后 填平了那个漏洞之后 回头他觉得跟你在一起踏实 而且心中有愧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点破他 撕破他 那留什么空间 让他去弥补这个愧疚呢 一个小孩犯错了 他知道错了 我们还要把他拎到大厅广众去 告诉大家说他错在哪里 还是说既然你知道错了 我感觉到你在悄悄地调整 那我笑而不语 我不说破哪一个更好 今天来说真相是不重要 我们只有看生活朝哪个方向笨 如果它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就可以接受不完美的生活 除非它越来越差 那我们可以揭露真相 然后停止该停止的一切 但是在你们家 好像没必要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张女士既然不想离婚 就要调整心态和方法 用正确的方式 引导丈夫邱先生修正自我 越变越好 为了帮助双方进一步调整 调解随即进入密室 以前他对你不好 你觉得是生不如死对吧 那他现在对你好 你有什么感受呢 就很享受啊 很享受是吧 他每天晚上睡觉也会亲吻我 抱我啊 那个早上起来也会这样子 以前不废的 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对吧 那好 如果说你还像现在这样的 但我就觉得你是亏见 那你就会使让他对你这个好 就会忠止 其实他对我那么好 我也有回应 就是我感谢他啊 他对我那么好啊 我说我很感动啊 其实我人是张出来的 其实内心我根本感觉不到幸福 不快乐 你一定要走出来 你不能让情绪泛滥 你不能说我想到了我就抓狂 让情绪泛滥 你老公他也被抓狂的 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 观察员廖喜玉劝导张女士 一定要走出目前的消极情绪 否则可能会让关系继续恶化 此时场上 基里老师朱永卓 则对邱先生也提出了进一步的意见 你说我把财产全给你 他都不愿意 他还是不愿意离开你 只不过你们没有找到一个 合适的相处方式 就是就是 你之前对他确实是不好 很多事情他一一列举 这种反差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适应 他就没有安全感 他不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反差太大了 我不是反差太大 我是一步一步一举一举 我都在变 他就是点 这就感觉不到我对他的爱 其实我自己一直在变 对他好 不用他做早餐什么的 最少就有八年了 任何人之间不可能不发生矛盾 当你们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是怎么处理的 当他真的就是 有那种不安全感的时候 你就是又出轨了 当他不信任你的时候 你是怎么处理的 也许正是邱先生情绪和态度上的反复 让张女士没有办法确定以及相信 丈夫是真的改变了 对自己好了 所以张女士才极度抓狂 就以后可能还会出现 我们劝调他以后 以后可能还会出现那种 稍微抱啊 急的状态 那我觉得如果要想 维护住你们的婚姻 你也就不要那么急 因为我个人认为 你们俩之所以发生 他打你 闹你 一定是有原因的 朱永卓认为 坚持变好 是治愈张女士最好的一剂良药 邱先生默默地思考着 此时 密室里经过 廖西渔的沟通和疏导 张女士也终于一改消沉 她现在也会这样说 老婆我爱你 宝贝我爱你 把以前的不开心的 要放下来 不要老是纠结那件事 特别重要的是嘴角 向上扬 再向上扬一点点 再向上扬一点点 太棒了 张女士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密室出来 她真的能够做到 就此相信丈夫 给予丈夫继续变好的空间吗 老婆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以前不对的地方你要原谅 我改 好吧 我做错了 做得脾气不好的我都改 我们以后一起开开心 生活 好吧 好吧 好的 抱一下 好 再抱一下 好 谢谢 谢谢福老师 大家辛苦了 谢谢 我以后也把过去的那个不好的都放下 然后让我们过幸福的一支 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我觉得让张女士越来越有安全感 越来越幸福的 就是邱先生你 对他的坚持到底 我一定做到这个 我向你们保证 我一定保证 好 坚持就是最好的解药 调解结束了 当着众人的面 邱先生一如这两年来的习惯 给予了妻子张女士亲吻和拥抱 对于这种情感的表达 张女士肯定是欢喜的 但是过去二十多年爱和关心的缺失 使得她内心的漩涡 需要更多真切实际的温暖和行动 去填补 去包裹 希望今后 邱先生能够拿出更多的耐心 更多的坚持 让张女士发自内心的微笑 享受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